那現場把主持幫在交給你 來訪問一下惡女美秀 你演這部電影 你覺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麼 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要穿得很漂亮 然後要擺一個姿態 立喆今天要來介紹這部電影 我非常有感 因為這劇情裡面跟我以前的工作有關係 就是新聞主播 然後我又看到好多我以前的同業 就直接綠茶錶 那不是啦 我開玩笑的 對 兩位女主角不知道怎麼接了 歡迎贏美秀姐跟雨薇 是 大家好 大家好 兩位都真的過足了演綠茶錶的贏 是 其實我不覺得我像綠茶錶 我也沒有覺得我是 綠茶錶通病就是他們都不覺得自己是綠茶錶 原來是這樣子喔 那就是 那就是 對 像我自己也是覺得我 沒有啦 可是我今天全身綠 是 因為的嗎 是 對 我非常的敬 我整個福特你們的主題就叫做表裡 不一 對 是 對 就是那種表面上就是一個那種 很有氣的主播 但是一下前面會爆氣的 其實新聞台都這樣 那雨薇演新聞主播 你應該有去電視台實習啦 有 有去實習 然後也有跟那個主播去出去外面訪問 然後訪問回來之後開始他寫自己的講稿 然後開始剪接 然後去播音室播音 不少主播自己會完全跑新聞跑完自己上去播的 是嗎 因為我就是 你確定你跟對的是主播嗎 是是是 我這次跟他出去的時候我才會嚇到說 原來他要做的事情這麼多 因為其實主播通常做專題啦 如果是兼播的話他也有可能需要跑新聞 那我想起來因為他那時候早上去訪問是幫人家代班的 然後他就讓我也去看 那我很好奇就是現在你是我的受訪者 可是你觀察別人在訪問的時候那個心情一樣嗎 心情當然不一樣啊 因為我覺得兩個都是又丟又接的一個狀態 可是通常訪問者還要再更 聽完之後要再更往前推進這個 這個節奏 那你現場把主持幫在交給你來訪問一下 惡女美秀姐 你演這部電影覺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麼 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要穿得很漂亮 然後要擺一個姿態 因為我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我其實我去拍戲都只有穿腳腳托 我就去拍戲了 然後換個衣服 可是因為演員嘛 我必須要穿的讓我覺得我很自在 我就會覺得那是演員 可是殊不知那個叫做臨美秀 那你有最享受在戲裡面的哪一場戲嗎 我喜歡對姿 跟本人嗎 是 跟你本人 你記者演得很好 因為我們對峙通常 我們有問過導演說 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有情緒要兇 可是導演說我不要 我要你們兩個笑笑的 所以我們那個其實是一個 我演戲以來這麼溫和的一個對峙 就真的是表來表去 你完全有搶走我的主持棒 對啊 自己說有 真的有天生吃這行飯的粉鹹 會是偶像級主播的臉 可是我必須要講 沒有新聞主管像這麼溫柔的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哪一家新聞主管這麼溫柔 我也要去那一家 其實是刻意的是因為 這個電影剛開始本來就是要讓大家感受到 立美這個角色她是一個模範神 她是一個人人都喜歡的人 這是她自己幫自己設下的完美人設 所以才會遇到秀蘭之後 她覺得人設有點被崩壞 因為她想要進入我們家 那我覺得她不適合進來我們家 那一次遇到秀蘭之後 就會突然間慢慢的崩壞 對那我的人設也是啊 人人都愛 對 尤其男人最愛 沒錯 其實我的愛應該跟她的愛其實 會有比較略有不同 對她因為她還有公司的關愛 大家都想要去摸摸她啦 對對對有沒有什麼 是快樂動物區嗎 對對對 妳就是一個很棒的寵物 然後大家都會去摸摸妳啊 看妳這邊可不可以有什麼 對沒錯 那我的話我是生存的關愛 問秀蘭說那妳要錢幹嘛 其實我跟你說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人往往在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那個錢真的是像命一樣 因為我沒有小孩我也沒有寵物 所以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錢 錢可以鞏固那個位子 這個故事的背景還是根據一個 真實的日本社會案件 對 美修姐有去參考這個實際的角色嗎 有 導演有跟我說過 那其實我不知道欸 我沒有去參考任何的 因為我很怕我copy 我非常不喜歡自己去copy那個演法 或什麼的 那我都心裡想說 如果我拿我自己跟她差不多年紀 另外一面來做這個秀蘭 會不會是什麼樣子 欸其實這部片應該是美修姐 從從影以來 每一次出場都很華麗的一部戲 對所以我很不習慣 從頭到腳都是華麗的珠寶 對然後拍的時候就 穿了衣服就還好一喊咖 腳就開了 哈哈哈哈 無論是秀蘭這個角色還是美美這個角色 你們最後都學會如何去掌握男人的心 你們覺得你們所掌握男人的方式有哪些 我不會 我不知道要怎麼掌握 欸你演過那麼多偶像劇欸 有我照美修姐的 我煮飯 可是我都覺得這個還好 這個會吧 還好吧 你回家就聞到香噴噴的家 就是我就會想回家 所以你會煮飯嗎 是 等一下另外一半會煮香噴噴的等你嗎 會吧 也不會 我們兩個很忙欸 對 所以都是外食廚這樣 沒錯 可是我每次在煮東西 他在旁邊硬要當副廚的時候 我就會叫鬼出去 是不是 會越幫越忙 因為不是他就一直 我就會一直跟他撞到 而且我要找的東西都被他收走 就被他拿走 你走開 我好不容易想要下個廚 可不可以刀子還我 其實說你說做菜 做菜只忙的是我自己 我一直在那邊煮成這樣 因為他在外面看電視 吹冷氣 你就一半會兒就走開了 真的 其實我跟妳講 妳那個電影裡面演的故事喔 這邊我不報了欸 跟我前男友分手的原因一模一樣 是 是男友分手的原因 而且還有的問題 而且還有的問題 真的假的 妳有跟我們導演 對 我想說 沒有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就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主播可能會因為過度忙碌 我忽略了牙醫這樣子 我覺得這部片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大家如果看到電影的最後會發現 並不是每個人所想像那樣子的結局 美秀姐在這個經歷 心情散溫婉的情況下 聽說妳 其實兩位都有喔 最後是難以抽出這個角色的 其實我也還好 我只是突然之間 我那一陣子變得很溫柔 那妳家人有覺得很驚喜嗎 對 我先生就會覺得我脾氣變很好 不然我就會一直洗洗涼 然後一直整理衣服啊 什麼什麼的 那宇威呢 又提妳這一次 還要糾纏與兩個男人之間 甚至也有一些比較大膽的演出 其實我覺得這部戲的角色 讓我又想到樓下的房客 樓下房客其實也是某一種 你算是當年的一個突破 那這一次我覺得又更加突破了 對嗎 對 我覺得情欲 的確又是更赤裸的一個狀態 而且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劇本 在這一個性上面來去形容一個 女人找到自己的一個鑰匙 我覺得是妳成就了這個角色 對啊 因為沒有妳這樣子的演出 其實這個角色不會讓大家 更有那麼大的同力 所以我覺得宇威真的很棒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戲 尤其是有一個自我安慰的戲 是妳自己要加的 如果沒有那一段說實在 我們看不到立美這個角色的轉變 對 你的需求 對 看劇本的時候其實就是這樣的心情 因為《性幻想》那個部分 是劇本裡面本來就有的 我覺得《性幻想》之後 然後就打電話約 就是上床了 我覺得好像很奇怪 很奇怪 對 少了一個什麼東西 對 我覺得它比較是一個 自己轉變的過程 而且因為竟然是這個角色更鮮明 那會害羞嗎 我覺得應該是問演員 應該都不會吧 因為 就是因為戲裡面的角色啦 對 現在看可能會 可是在拍攝當下就是不會 其實只要有一個人尷尬 那就會尷尬 可是因為沒有人尷尬 對啊 因為我們導演 其實他還滿保守的 但是我去跟他談劇本的時候 他有跟我講過一段 有一段是我要幫他爸爸 對 然後那個感覺 他就跟我講說 你要穿那個透明的 我問 真的假的 然後我弟弟問他 要不要減肥 其實我怕的是畫面不好看 他就說 那我們就保守一點好了 結果那天我穿了 然後我也看了片 我就想說 那你太保守了吧 所以其實 你也很想加戲 但是我非常喜歡洗頭那一場 因為我覺得你的手指 很有那個情欲感 是 對 因為就是 希望看到的是 柱哥那滿足的感覺 那個感覺是 我真的你看看有沒有舒服 那種感覺 那個老公不會說 你怎麼沒有這樣幫我洗頭 我老公倒不會耶 而且做的洗頭很容易 泡泡流下眼睛 對啊 也不舒服吧 可能他會罵我 他不會說你好棒 他會罵我 好啦 那最後就是 我還是讓主播 以主播的方式 來推薦給眾朋友 收看這部片 看看這晚點新聞 我是主播黃麗美 二女上映了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電影 我還是看到偶像劇女神 因為專業真的不同 我要撕掉這個標籤 是 現在是驚悚劇女神 是 沒錯 小姐也要試試看嗎 說台語的喔 你就會記得 來店裡來看我的 惡露喔 很好看 他就是要看什麼 要看 你看 裡面有可能 喔 他的好是你的好 他的敗也是你的敗 哇 完美完美 謝謝 完美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那個 莉美她在 探監的時候 去看你的時候 你兩次看到她的心情是什麼 是第一次我覺得就是沒有希望了嘛 因為你跟你爸爸一起來 嗯 然後 完了 我都心想我已經在裡面了 我不知道我 該用什麼方法去說服你說 叫你來喜歡我 嗯 這個是讓我覺得說 完了我怎麼辦 秀蘭在想另外一個方法了 第二次來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知道爸爸怎麼了 嗯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絕望了 嗯 我也覺得說 我也沒有跟你爭 我只是想要生存下去 嗯 你竟然這樣對我 嗯 但我也跟你點過囉 你女人需要的是什麼 你缺的是什麼 我都知道 那所以在那個 第二次來探監的時候 就是爸爸已經 過世了的那時候 其實你是有認為 立美才是加害者 有一點點 因為我沒有在場 我沒有看到 是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爸爸會死 應該也是因為我們這事情 但是多少都會覺得 是不是因為我 嗯 但是因為我的堅定 我會覺得應該是 就像前面那麼多例子 我怎麼可能去承認呢 對 因為我只是用我的語言 我的微笑 我的肢體 我的就是那種熱情 去告訴你說 你要跟我生活 我只是想到生活生存 我沒有想到說 原來她的話語裡面 她是可以殺人的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殺到利德 所以其實在最後一次探監的時候 你有沒有認為 就是這兩個角色其實是共犯 一起把利德 就是我爸爸給殺了 應該是 我覺得是 和解 哇好棒喔 在某一方面 在鏡頭前達成和解 我覺得這個是給電影 另外一個更好的結局 只有收看好選擇才看得到唷 記得訂閱 按小鈴鐺 分享 對 謝謝 要按嗎 另外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出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